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想和大家看一位叫做 香港中辦研究所所長劉蘭昌的法文 他都是講起鴻門宴 但他不是說那些黎膠摔角 誰對誰錯 不是說這部份 他就說鴻門宴的實際焦點 是關聯到下一任特首的角力 文章有點長 我會和大家看個山間版 今年3月香港就要選出下一任的特首 但到現在 候選人都遲遲未能露面 按照上一屆時間表 參與競爭的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都早已起 年前就辭去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籌備競選班子 但是現在香港下一任特首參選人 依然千呼萬喚未出來的 偏偏就起這個時候出現一場鴻門宴 之後他就分析了幾個社會現象 或者和分析這個鴻門宴 第一個 point 他就說到 香港市民對權貴所累積的不滿 起這一場鴻門宴是很自然地爆發出來的 數據就是香港的貧富差距 堅離係數 都是世界前列 亦都說香港有個說法叫爭人富貴嫌人窮的觀念 所以會罵這個鴻門宴 所以在疫情之下搞鴻門宴當然不能接受 第二個部分就是那些反中亂港份子都跳出來做文章 就說要搞聯署那些建制派議員辭職 但是這些小爬蟲都很難再掀起大風浪的了 第三部分就說到 這一次出席鴻門宴的人 好奇怪 或者我叫做有個共性 就是基本是沒有港英政府所為留下來的AO系 即是高級政務官 實際上這些AO亦都被稱為英國佬留下的舊電池 他們跟傳統的左派是有宿願的 而這一次參加晚會的政府高官 有民建聯的徐英偉 他屬於政治任命 還有警務處長廉政專員 他們都被認為不屬於AO系 他們的任命實際來自中央 除此之外 差不多都是傳統的左派陣營 人大代表說 政協委員 選委會委員 所以一個生日宴會 請誰不請誰 AO系和非AO系 兩隊陣營 竟然如此清晰 之後再分析到 特首林鄭月娥的處理手法都引起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 他是屬於快刀斬亂麻 大方向是對的 但是對於這一波的疫情源頭國泰航空就溫和有加 對於傳統左派陣營就辣上加辣 不單止延遲狠批 以及說要嚴肅處理等等 引致左派陣營的不滿 還有人聯繫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 認為有人真是親疏分明的 在結論的評語還說到 鴻門燕固自然不是好事 但是卻引爆出香港各種勢力 尤其顯露出他們在下一任特首選擇的算盤和小動作 或他是壞事變好事 更有利眾望所歸的新特首產生 Simon想過這一篇文章 最好就不要評論 但是可以講一下側面的東西 上一屆梁振英那屆特首選舉 有人說他代表著是一個社會改革派對既得利益派的競爭 如果接下來的這一屆特首選舉 大家又覺得將會什麼派對什麼派呢 非AO系會站在哪一邊呢 而另一方面 看完這一篇文章 你覺得下一屆政府不論哪個上都好 AO系的命運將會是怎樣呢 好啦在下則的消息 衛生房中心就懷疑 屯門區有隱影傳播鏈 呼籲當區的居民做檢測 屯門多個檢測中心之後就出現場場的人龍 有居民表示排六個中隊才做到檢測 檢測站的負責人亦都建議售檢人士 可以考慮跨區到元朗和天水圍等的檢測站 對此香港01都有報導一則標題 寫著香港有沒有能力做好大型檢測呢 這個疑問其實我早前的影片都有提出過 我們的檢測能力是不是可以做好一點呢 現在別人願意配合了 但是又要排差猛的也是一個位置來的 在下則的消息 美國媒體就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起1月11號就表示 特朗普的支持者起2021年 對美國國會大廈的一場襲擊 是一場政變微水 而他上一個星期就是1月6號那個一周年 還說這一場襲擊是武裝叛亂的 你會發現那個字眼不同了 三人就要想 啊政變微水 那是不是有人要負責呢 那個看怕難道是特朗普 是不是 但是大家就要注意 拜登為什麼會轉這個字眼呢 值得想一想 就是大家要想一想 拜登當時競選的時候 其中一個主要口號 就是說要團結美國 當時特朗普抗疫不行 簡單來說 但是他現在是不是蓄意製造對立 不走這個團結美國的道路呢 我覺得確實可以想一想 因為呢 你確實看他的成績表呢就是 他都抗不到營 他都不太好 而是不是拗不到特朗普那邊的票呢 團結美國就很明顯就是想拗對面的票 那發現拗不到啦 那結果是不是選擇製造對立 從而搶另一邊的票 那這一個就是我一些小小的看法 結果肯定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對美國 好啦 接下來跟大家看一下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記者就說到 1月11號是關塔那摩監獄設立20週年的日子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任命的一個專家小組 在10號就發表聲明 譴責美國繼續使用這一所侵犯人權的監獄 更加表示美方不經審判任意拘押 並且私家酷刑和虐待 這一種做法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關塔那摩監獄是世界人權歷史上黑暗的一頁 如果說世界上存在關押穆斯林的拘留營的話 那一個就是關塔那摩監獄 自第一批囚犯抵達以來的20年之間 美國的虐待囚犯的醜聞屢次登上報紙 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憤慨 美方也都一再承諾將會關閉這個監獄 但20年後的今日 關塔那摩監獄仍然關押住39人 其中只有少數人是被控或被判有罪的 事實上美國所設立的秘密監獄遍布全球 關塔那摩監獄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報導 美國起發動阿富汗戰爭之後 就在阿富汗以及美國的盟國境內設立大量的秘密監獄 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 對伊拉克平民實施、暴行、酷刑和謀殺 阿布格里布監獄的虐待囚犯醜聞更令世界嘩然 日前立陶宇就向曾經被關押起立陶宇首都郊外的 一個美國秘密監獄的 永久囚徒叫祖拜達支付了賠償金 但這個時候距離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立陶宇必須賠償 原來已經超過三年了 而這一位祖拜達已經被美國無罪拘押超過20年 關塔那摩監獄等美國這一系列黑監獄時刻提醒人民 美國在人權方面的劣跡是比比皆是 美國應該深切地反省 立即關閉關塔那摩監獄 以及遍佈全球的秘密監獄 停止那些任意拘押、虐待囚犯等的暴行 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賠償 將授權和實施酷刑的人員承之於法 在下則的消息 有記者就說到美國榮鼎集團就發報告 根據初步測算 美國2021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比增長了6.2% 燃煤發電量激增17% 是成為美國攤牌坊反彈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 媒體就表示這樣意味著美國偏離了去實現 2025、2030年的氣候目標既定軌道 對此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注意到有關的報告 而近期也都有其他一些國際權威研究報告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我們對此表示遺憾 氣候變化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 作為發達國家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 美國不要只盯著人家的地 而荒廢了自己的田 應該去改一下債港不做 開空投資票這些老套路 應該盡快加入行動派的隊伍入面 美國的碳排放量的反彈現象也都再次提醒我們 提出和制定減排目標的時候 應該客觀理性 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並且要考慮不同的國情 不要做好高望遠 更加不能夠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正當發展權 發言人還表示 應對氣候變化 習近平主席就強調以實則志 強調行動起來 願景才會變成現實 中國一直以來是氣候治理的實幹家和行動派 一直主動承擔與國情相符的國際責任 更加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力度 在提前超額完成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的基礎上 2020年的9月 中方更加宣布了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願景 之後又提高了各項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出台了落實雙碳目標的1加N政策體系 以實際行動為全球氣候治理 不斷添增正能量的 在下一則可以說是經濟消息 在1月11日 東莞政府工作報告就正式官宣 東莞正式成為GDP過萬億人民幣 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價 而另一方面 租國內地也迎來首個4萬億元GDP城市的誕生價 就是北京近日起他們的工作報告指出 初步預計2021年 北京的GDP將會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8.5% 這是中國首個官宣GDP突破4萬億的城市 為何北京會進步這麼厲害呢 得益於新一代的信息技術 以及醫藥健康所帶動 尤其是醫藥製造業的爆發性增長 數據顯示2021年1月到11月 科興國藥兩家新冠疫苗的生產企業 累計貢獻產值就超過2300億元G 而目前北京已經累計生產了新冠疫苗大約有50億支 這個50億支是什麼概念呢 大家想想 全球六七十億人 我就給你全球人均兩支打完 其實都是百幾億 一個北京城市就跟你對了50億支出來 難以想像 再繼續說下去 大家還可以注意到 上海是尚未公佈GDP數據的 但是上一年的上海GDP 就已經達到3.87萬億元 本身在上一年的成績表都是高過北京 因此上海今年公佈21年的GDP 突破4萬億應該都是毫無懸念的 作為對比 只有2020年的數據 香港的GDP是2.41萬億元 全部用人民幣計算 而全台灣省 2020年的GDP是4.58萬億 2020年的深圳 GDP是2.77萬億 這裏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在人口方面 我們香港估資源700多萬 屬於人是非常之少的 而深圳 1300多萬 上海 2400多萬 北京 2100多萬 所以你看到深圳和香港的GDP 明顯和上海北京有一段差距 但是人口實在差距差得太遠了 除此之外 2020年的人均GDP方面 香港依然都是傲視群雄 計算人民幣 接近30萬左右 而深圳 已經是內地 No.1 人均GDP是20萬出頭 人民幣 台灣的人均GDP是18.2萬 人民幣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終於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